i can get fly or f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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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fly fly i can get fly 嗨大家好我是黄博勋 最近天氣開始變冷了 滑雪倒數70天 YEAH 今天要叫的是Premiere的快捷鍵 如果懂得用快捷鍵的話 它可以大大提升你的工作效率 這邊我會介紹我自己習慣用的快捷鍵 你也可以找到屬於你自己習慣的設定 在教快捷鍵之前要先教大家如何打開快捷鍵的介面 我們按 command 加 option 加 K 就可以打開快捷鍵的設定 其實已經有很多預設的設定 那你都可以在這邊去搜尋你想要的快捷鍵 自己重新做設定 譬如說有一個很常用的是Enable 在這邊輸入Enable之後你就可以看到 像我自己是設定在 command 加 2 按一下 command 你可以發現它從 1 到 8 是原本都是空的 這個 1 到 5 是我自己的設定 好 那待會我會介紹我的 最常用的 5 個快捷鍵是什麼 如果你想要設定你的快捷鍵的話 你只要在這個功能的後面空白的地方 按一下 它會跑出一個視窗的時候 輸入你想要的快捷鍵 那如果不要的話就是打叉把它按掉 會隨著你的剪接越來越成熟之後 你會發現有幾個功能一定是最常用到的 那你就可以把它設定在你的 command 加 1 到 8 之間 接下來會進入實戰之間 我們做剪接的時候會碰到哪些快捷鍵 如果你覺得速度太快的話請自己按暫停 因為我不想要影片太攏長 所以我教的速度會很快 第一個絕對是 command 加 S 就是存檔的動作 一定要變成你的反射的動作 因為你不知道什麼時候 Premiere 會突然當機或是怎樣 你也可以在 Premiere 的設定 這裡有一個 auto-safe 去設定你的什麼時候它會自動幫你存檔 像我這邊預設它就是 15 分鐘 如果我這 15 分鐘真的都沒有按到存檔 有時候太專注在工作上面 那起碼它 15 分鐘會幫你存檔一次 有一個很常用的是我拍攝的素材 可能有時候是 4K 但我剪的時候只需要 Full HD 所以我在影片拉進來的時候會呈現一個 比 Full HD 還要大的解析度 那我就會按右鍵 然後這裡有一個 set to frame size 直接設定成你影片要的解析度 這個快捷鍵的話我就會設在 command 加 1 那有時候我會把影片全部要的都拉下來之後全選 然後一起做 command 加 1 這個動作 如果我們片段想要全部拉過來的話 之前幾集有提過 A 你可以選取整列的東西去做一起移動 那像我現在是有把音樂鎖住 所以我在選的時候音樂不會動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你 A 按一下的時候 你可以回到 V 然後按 Shift 把你不要移動的地方 點選掉 那這樣子也可以做移動 那我自己習慣的話 我音樂的長度確定之後 我就會把音樂鎖住 看你要從哪一個地方開始移動都可以 再來第二個是有時候我在做 簡介的時候 我可能這個畫面我會試試看用別的去取代 那我在做比較的時候 我想要把這鬼關掉 把他眼睛按掉他才會消失 有一個比較快的方法是 他的右鍵裡面有一個 enable 你把他勾選掉的話他就會變黑色的那你就看不到他 所以我的快捷鍵 command 加2 就會設定成 enable 再來有時候我們拍攝素材他可能是高格 60格或是120格 那我要玩變速的話 按右鍵他這裡有一個 speed 打開之後你可以去控制他的速度 所以我的快捷鍵 command 加3 就會直接開啟這個速度的控制 額外還有一個很好用的方法是 譬如說你已經確定好他前面這一卡跟後面這一卡之間有一個空間的長度 那你想要直接把這個素材 速度調整成你現在空下來的長度的時候 有時候你直接調速度會沒有辦法很準確 或者是你要去算他的格數是多少 那這時候你可以按R R他這個功能可以直接去做控制你的速度的變化 然後拉成你要的秒數 像現在這邊他就會顯示他速度變成 65.38% 那有時候我的變速他只會做在一個瞬間的時候 譬如我這一卡 好我想要接到下一卡之前大概 5格的時候突然做一個加速 那我就可以按C快捷鍵打開剪刀 把它剪開然後直接做速度上面的變化 把它加速成1000倍好了 那這樣就會在最後5格的時候做一個加速的效果 再來這個快捷鍵是我們有時候在素材選取出來之後 素材跟素材之間會有空檔 那你要移除這個空檔的方法是 你按右鍵他有一個report delete 意思就是把這個空檔刪掉 所以我的快捷鍵是我就會設定成report delete 點一下他就會把空檔刪除 那如果你的這個鍵隙是很多的 你想要一次把所有的鍵隙都刪掉的話 這裡有一個秘技 新增一個黑的video 把這個video拉在上面這個軌道 然後把所有的選取 往上移 好然後再往上移的時候 如果你怕他會跑掉 好那你可以加shift 就在往上移的時候shift先按住 往上移 再把所有的素材往下移 上面這一軌他就會把 有影片的地方 產生一個鍵隙 不想要按shift的時候 這時候你可以按option 再加上 他就會跑上去 然後再按下 OK再看一次 所有的素材選舉起來 option上下 就回來了 這邊全部一起按report delete 他就會直接把所有的素材的鍵隙都刪除 再來有一個額外的快捷鍵是 如果這兩個片段 你想要改變他的剪接點 譬如說 我想要讓剪接點再往前一點 那這時候你會 把前面這個縮短 把後面這個拉長 讓他剪接點在前面 那有一個比較快的方法是 你直接在v的模式下 躺妹按著 你就會發現這中間 他就會變成一個 這個符號 直接去拉 他會一起移動兩個素材的 剪接點位置 另外呢 如果你想要改變這個素材 他裡面影片的位置 你可以按Y 這時候你在 移動的時候 他就會顯示出這個影片的印點跟out點 那你就可以直接去做變動 而且不會影響到這個素材現在前後 的剪接點位置 再來如果你想要單獨增加 這一卡的 長度 並且會影響到前面或是後面的 位置的話 你就可以按B B這時候他會變成黃色的 這時候你就可以增長他前面的 長度 他就會自動往後推 前後都可以運用 還有很多快捷鍵 你可以去發覺怎麼樣的設定 可以再加快你工作的效率 最後要介紹 我平常 慣用的手勢 左手位置 會在 左下角這邊 因為 我剛剛說過 Command S 是最常用的快捷鍵 所以我的大拇指 通常會在下面這邊 然後去做不同快捷鍵的切換 因為我會很常用到 時間軸的縮放功能 所以我的手會移到 上面這邊來按 加跟減 那這時候我的播放就會用 我的手的 下面這一塊 旁邊的 肉這邊 來做空白鍵的按 然後這裡也可以順便按 所以整體來講 如果我現在做一個 一連串的動作的話 就會 類似像這樣子 然後這邊做刪除 這邊做刪除 切換過來 然後這咖拉長 這咖不要 移上去 Enhable 你會發現我的手幾乎都會在 左下跟右上這邊做徘徊 以上就是今天的教學內容 快捷鍵這個東西就是會 直接決定你的剪接效率是 高還是低 找到你覺得舒服的 滑鼠也很重要 像我用的這一種 它是有人提供學的所以我握起來的時候手是斜的 那不像一般傳統是直的 因為 我們這個做久都會有 職業傷害 最基本的話你的 滑鼠墊後面一定要有一個 可以讓你手腕可以靠在上面的東西 才不會讓你的手腕承受太多的壓力 那另外也會有一派的人是用那個 繪圖板 手繪板 就他 他就是一支筆 在那個繪圖板上面做 跟滑鼠一樣的事情 下一集我們會用 剛剛看到的影片 我會實際做一個 剪接上面的 技巧 跟一些觀念的介紹 那這一集就到這邊了喔 我們下次見 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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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的